哈喽大家好我是你的不知名up主中女hebris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们再次回归到潮流故事的环节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人 但是这一个人呢他的title还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他是日本MUJI男装置线的设计师 他是日本converse etiquette的创意总监 还兼任了日本converse服装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他还是今年东京奥运会火炬手制服制作的设计师 他还非常的喜欢泡温泉 所以你知道这个设计师是谁了吗 正确答案就是啊 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品牌 and Hollywood的主理人韦华大夫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走进了解一下韦华大夫 韦华大夫先生呢出生于1974年的什奈川湘摩原市 作为初中生的他呢就可以早早的接触到了美军 接触到了美式文化 那么20世纪90年代呢 日本一直流行着以象征泡沫经济为主的DC品牌 这时候的韦华大夫先生呢 其实是非常喜欢杂志 shion的很喜欢模仿里面的cool guy 所以他对衣服的需求量并不小 这时候呢作为家庭并不赋予也没有钱的他呢 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 那就是购买二手服饰 因为当时在日本美国的这种二手服饰 卖的是非常便宜的 这帮了韦华大夫先生的大忙了 直到今天呢韦华大夫先生回忆说 这些旧衣服这些美式休闲服装呢 能够让他通过肌肤感受到自然的呼吸 所以小时候的旧衣服呢 也成了韦华大夫先生的时尚气氛导师 接下来呢到了该选择职业的时候了 所以到了一定年纪的韦华大夫呢 他觉得自己可能像父亲那样 其实有一份关于汽车的工作 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吧 韦华大夫还是很喜欢汽车 还是很喜欢做这种汽车制造商之类的工作的 直到今天呢你去他的社交网站上看 他还是很喜欢赛车这小活动的 就是因为从小的影响吧 那但是当他真正的冷静下来考虑的时候呢 他却无法想象自己每天都要去拧一颗涂满油的螺丝 于是他就下定决心走上了自己的穿衣之路 成为一名二手衣服的卖家 接下来呢因为韦华大夫先生要从事关于衣服这个行业 但是呢他却并不太懂 所以他就去到了戴戴木车站旁边的一所学院 叫做男士时尚专科学院 在这个学院里面呢一共有两种人 一种呢就是裁缝的儿子 因为他要继承家里的手衣 那第二种呢就是为了掌握技术而糊口的人 但是韦华大夫先生呢 哪一种他都不太属于 因为他不想做衣服 所以在整个学校学期期间呢 他最喜欢的一门课就是服装室 到了韦华大夫19岁的那一年呢 因为他之前在古着店Voice有着不错的表现 有人对韦华大夫说 我想不想开一家新店做店长或者副店长呢 于是韦华大夫就被调到了当时的代官生店 直到现在呢代官生店呢 还聚集着很多重要的日本品牌在那里 相当于给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在学校毕业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韦华大夫实现了他的梦想 第一次去采购呢 他们来到了美国的洛杉矶 他们整天在身一样满是灰尘的旧衣服堆里头抓衣服 还用别角的英文来谈判着价格 当然梦想你只要坚持总会收获更多的 到了1995年呢 韦华大夫成了元素GoGather的首发成员 韦华大夫开始不仅仅局限于收集旧衣服 开始了一点点的改造他们 让旧衣服呢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单品 有一件呢还被穆春拓在PINK 出演了当时他非常火的电视剧 就在GoGather发展非常好的时候呢 因为和前辈工作方式的不和 韦华大夫呢还是决定要离开公司 就在梦元素发展很好的2000年 属于韦华大夫的小城堡终于诞生了 那就是一座属于韦华大夫的古卓店 Mr.Hollywood 2002年靠着自己设计改造古卓 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的韦华大夫 创立了自己的个人品牌 In Hollywood 说到有了自己设计的个人品牌呢 韦华大夫还能常常想到在开学典礼上 使经牵戒作为嘉宾在台上的提问 有想做衣服的同学吗 请举一下手 在整座礼堂当中只有韦华大夫没有举手 而作为日本潮流教父级的人物呢 偏偏看上了这个没有举手 对做衣服没有任何兴趣的年轻人 在现在的韦华大夫看来 使经牵戒是不是可以预见未来呢 说到In Hollywood这个品牌呢 在起初还是有些磨难的 其实呢韦华大夫先生还是想继续沿用 之前的那个Mr Hollywood 但是呢在注册的时候发现 商标已经被盗用了 所以在和好朋友半聊天半开玩笑的时候呢 他们拥有了现在的这个名字 In Hollywood 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注意一点 好莱坞的正确方式是这样的啊 根据韦华大夫自己的解释呢 In代表着North的意思 Hollywood呢有着Fake的意思 这样的缩写呢 纯粹是为了好玩和玩笑 2002年2月呢 In Hollywood迎来了首秀系列 之后的韦华大夫呢 带着自己的品牌 涌闯欧洲 在巴黎他还看到了老佛爷卡尔 老佛爷呢还邀请他去罗马 在罗马呢 他被允许参观了Findy的总部 老佛爷呢还夸赞了韦华大夫的设计 很有潜力 很有趣 2010年韦华大夫带着自己的设计呢 进军美国军装系列的设计呢 令不少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原来军装还能被设计成这样 韦华大夫先生呢 凭借自己对古着衣服的拆板和改板而入行 那所以他对衣服的版型和剪裁呢 是十分的在行的 修饰的线条 以及对全色调 黑白灰蓝这四色的运用呢 让他在日本有了另外一个称号 那就是Dior Homing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那种 非常精简的型男风格 但是In Hollywood的价格呢 只有Dior的四分之一 那在我们国内呢 In Hollywood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品牌 那在日本和国际呢 他早已是宏极一时的一线品牌了 韦华大夫先生呢 也凭借着自己的设计 在潮流上得到了许多的认可 之前我就说过呢 设计师们会有很多的爱好 但是这些爱好呢 不仅仅是他们消费的途径 更多的时候呢 也会成为他们设计的灵感 韦华大夫先生呢 也是一个非常爱泡温泉 泡澡游泳的人 所以这就迎来了 他跟日本知名毛巾品牌的合作 在这次合作当中呢 韦华大夫先生去泡了 800到900多座的温泉啊 你要知道全日本呢 就只有3500多座温泉 相当于泡了约三分之一个 日本的温泉吧 所以这次毛巾合作 大家购买的应该是非常放心的 韦华大夫先生呢 还是一个很喜欢 陪儿子玩耍的爸爸啊 常常去陪儿子到郊外观察昆虫 结果呢 韦华大夫发现 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昆虫种类 于是呢 他爱上了昆虫 在研究一番之后呢 他呈现出了2015年春夏系列的满意大卷 好 通过全篇呢 大家应该发现 韦华大夫先生呢 是一个非常热爱古着 非常热爱衣服的人啊 他也是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梦想 并实现到现在 并为之付出终身的人 所以 我觉得 这样的人还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为自己的梦想 付出 很多努力吧 也可以希望大家 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也希望我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五再见 拜拜